同学们好,我们从这一讲开始进入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是生产与存货循环的神迹 首先看一下三年考情 19-21年五套试卷累计分值23.5分 每套试卷平均4.7,将近5分 那应当是比较高的分值了 如果一年两套卷子能达到八九分 在我们审计中就算是比较高的 那这个呢,当然就这样一章 所以这属于重要的章 提醒呢,我们看看 这个简达综合合起来占到91% 选择题只占9% 所以基本上可以忽略选择题 其实不用忽略 因为选择题比较容易,对吧 这个主要以主观题为主 那么简达题其实占80%都不过分 只不过呢,去年这个情况特殊 很少出现的一种情况 去年出现了就是存货没有考简达 那么通常都是考简达的 但是不管简达还是综合 这个九十十一这三章 三大循环都是主考主观题的 也就是说它应当说比较偏重于应用 但是十一章的这个应用 跟第九第十章的应用不一样 第九第十章那种应用叫做天马行空式的考试 这个呢,还是贴着地来考的 贴着地皮考的 什么意思呢 这一章的分值 大部分分,大部分事项 怎么拿呢 基本上都是教材员 就是 第九第十章 那个档案不知道从哪儿做 那因为它是实际问题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具体问题,具体解答 但是这一章考的内容 基本上都是准则里边的一些规定 比如说现场键盘四程序 他做了三个,或者做了两个 以什么理由另外两个一个不做了 那就错了呗 把那四程序它说的少的 落下的给它补上就完了 所以基本上达的都是教材上的一些规定 那为什么要这么考 大家可以想象 存货 是非常乱的 品种多 数量多 非常非常乱 每个人可能自己不见得有多少财产 但是呢 很多人把自己的 就一进到屋子里以后 一进到宿舍或者家以后 脚底下桌子上乱七八糟 经常找什么找不着 对了 这是你的蠢货管理 管得不是太好的 其他都好管 比如说你那钱 大概不会乱丢 对吧 都放得整整齐齐的 或者有多少钱 自己都知道 但是你的蠢货 通常都是乱七八糟的 那么审计不也是这样吗 存货非常容易乱 乱是什么效果呢 点了半天跟每一点差不多 你这点着 他那入了库出了库 对吧 有的又不是 整整齐齐的一件事一件 还有一些毁损的 都有半件的什么等等 对吧 这种东西怎么处理 一定要细心 一定要精精有条 所以考试的话 考的就是你一定要按规矩办 什么有关盘点表单 什么连续编号 跟损货食物核对 什么如此类的 就是一定要按部就班的做 它才能不乱 所以这张这么个考法 跟前两张不一样 是因为这张的业务 或者审计的这个内容 它比较乱 但是它的考法 非常具有针对性 审计我说了 经常说都上百年的 注册会计师审计的 一个历史了 所以说考什么不考什么 实际上呢 各个国家各个地区都在摸索 摸索出现在这一套 它当然是有它的道理的 我们的审计历史 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历史 虽然比较短 也就是这个二十来年 但是我们的考试 是按照国际惯例来考的 别的国家考什么 我们也考什么 对吧 所以这个应当都是有道理的 所以这个本章的 考核内容分散 就是因为存货比较乱 方方面面都要涉及到 但大部分内容 都是你存货尖盘 这是最最关键的环节 考的内容 四项五花八门 但是答案 大部分都是教材原文 所以我说这是贴着地皮飞行 贴着地皮考试 前两章是天马行空的考试 那贴着地皮考试 考教材内容的话 你就需要系统的记忆 系统记忆就四个字 但是背起来是很痛苦的 这个很多同学 有经验的同学 那么都是早早的就开始背 这一章内容 所以这个不是说考试前 剩下十天半个月 我背一背 你那时候心慌了 你背不过 就记不住 脑子里边乱了 要提早背 把需要背的内容整理出来 打印出来 可能一共是十页 好 一天背两页 背三页 忘了再背 忘了再背 直到考试手用上 必须背 这是 但是这个话 你说我再怎么强调 对吧 再强调也就那一个字 还是那个背 对吧 关键是要付诸行动 如果不背 就是要吃亏的 所以很多考过来的同学说 哎呀 这个总觉得有点侥幸心 你不想背 我考什么都不背 这个地方你老说背 你说的我都不同意 但是后来发现不背就不行 毛一年痛下决心 背 过了 对了 就是这样 审计必须背 审计的这个记忆 我觉得在考试能通过这件事情上 记忆系统的背 占多少功效 占多少比例呢 我觉得 差不多有50%的比例 一方面理解 一方面记忆 你得记住 记不住 大概有50%的分支 拿不到 就这么厉害 希望大家能听进去 不要过不了 然后再回头再后悔 然后再背 那就是另外一年了 考试的具体内容 我们在三年考情里边 我们给大家列了列 像2021年 有一个多选题 第五节的 这风险应对 键盘嘛 对吧 现场键盘四程序 考了多少年了 一年一年的重复 这四程序 在教材里边 比如20多年 并没有变过 一直这么考 因为每次审计都要键盘存货 都要强调四程序 总是时不时的 有助手法理师 在四程序里边 有些程序让他可能不做 有各种各样理由 但那是强制的 所以这东西 再也没有失忆 再平淡无期 再过多少年 他都要考 因为天天干了 就这件事 结果我们人一样 几千年前的人 几百年前的人 跟现在的人一样 都关心吃饭 住宿 因为这个仪式住行 是只要人活着 总是要对付的一件大事 是不是 所以生活键盘 在这个审计里边 就跟仪式住行一样 所以再怎么样没实意 千篇一律 他也得考 所以七千倍 综合体里边考了四个实项 4.25分 那时候一共就考了 考了五处 差不多就相当于一个简答题 这是一套卷子 相当于一个简答题 但是他考的不是简答题 但那个分值 是在六点多分 相当于一个简答题 这个综合体里边 当然我们一般喜欢把它分成 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 因为综合体 要求一其实就是风险评估 要求二和三就是风险应对 要求四往往是完成审计工作 对应于18章 19章 尤其18章 好 因为事实上存货里边 这个风险比较高的 包括叠加准备在里面 那么风险应对呢 这个这几年 结合这个新冠疫情等等 对吧 肩盘境外仓库的存货 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 去不了国外 还有所谓第三方保管的存货 还有无法到达盘点现场 这应该都是疫情的原因 到不了 有的时候是交通的原因 那基本上除了风险评估 在第三节里外 其他都在第五节 其实第三节也不讲风险评估 只是讲一些一般的道理 就是我说的心灵鸡汤 所以风险评估永远是飘起来的 这2020年呢 这个考试情况 同学们 这就是第11章的正常考试情况 一个简达题 通常都是五个事项 所以这2020年 考了十个事项 十二分 对吧 这些内容大概在哪里 我们不在这儿细说了 这是供大家复习的时候参考的 但是你可以根据 每一个事项后边的这个 节的号 第几节 我们发现基本上都在第五节 考的事项十分的琐碎 这个什么产量统计报告 工资标准信息的完整性 审核尖盘重大强制性 审核尖盘是谁的责任 还有监盘地点怎么选择 这个已消失未提获的存货 是不是纳入盘点范围 还有抽盘发现错误怎么处理 什么第三方保管存货 对吧 就是非常琐碎 非常琐碎 我说了因为存货容易乱 所以方方面面都有规定 才能不乱 综合题也不客气 考了三个事项 有存货成本测试的风险评估 存货叠加准备的风险评估 当然还有存货损放地点 清单的完整性 这跟简单题没太大区别 那么2019年相对考的少 综合题考了两处 也就两分 以前这一章是相当稳定的 就像2020年这样 那这几年呢 貌似有的时候居然会低起来 像2019年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掉眼镜 就是只考了两分 那么2020年呢 好像是报复性的把那个分支又考回来了 好像是貌似2020年的松核期的分支 如果给了2019年可能算比较正常吧 2021年呢 我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考的是比较中等吧 总之不管简单中和都要预防 其实考中和 尤其中和里边的风险应对和简单题其实没太大区别 只是换了个地方而已 再看看五年考评的情况 第一节第二节最近五年里边基本上没有考到 第一节就是本循环的特点 就是主要品证和记录 对吧 第二节是主要业务活动和相关内部控制 这个因为前面都讲过一些 那业务活动我们熟悉熟悉 业务活动就是跟前面两章差不多 你不熟悉业务活动 那无法对本章什么风险 评估风险应对 你就没有思路 对吧 你想管理一个人也好 管理一个什么也好 你不了解他的背景 不了解他的内心状态 他的心路历程 你话说不到他的心上去 所以我们 这个第二节其实就是了解 这个存活监管 这个循环的内心吧 或者他的历史 他的历史吧 他的既往吧 实际上 第三节我说就是那个心灵鸡汤 没太大作用 但是你不学是不行的 由于第五节也不讲风险评估 所以考出来的风险评估的问题 我们把它归手到第三节 实际上第三节的名称 这叫那个风险评估的 对吧 同样的 这个经过 各年考试题的分析 我们发现 也可以把这风险评估 分成这么几类 有直接考你会计问题的 比如说 存活跌价准备的问题 对吧 那么也有考分析程序的 需要你自己根据资料里面的事项 形成一个预期 然后跟资料二续比较 这个预期自己去形成 那也有一些计算性风险评估的 这今年某种存货 什么某种药剂 制药厂的 年初存货是多少多少万和 今年又生产多少 又消失了多少 年末是多少等等 对吧 根据这个一推算 年末存货是多少 结果它显示的存货不是那么多 那就有问题了 计算性风险评估 也有定性的风险评估 就是根据一些具体问题 你设想 今年存货 可能有了某种 情绪 为了积压 或者等等 没有往年好销售 货龄可能长 或者说某种存货 产业政策有调整 可能不让销售了 或者过半年以后不让销售了 总之 今年有更多的迹象表明 需要比以往提更多的 跌价准备 但是 今年年末存货跌价准备 占存货余额的比 还不及往年 这就不合适了 这没有人规定 到底是多少 跌价准备占存货余额的比例是多少 没人规定这个 但是 你今年的情况更不妙 对吧 但是你的比例 跌价准备的比例 反而比少年低 这就说不过去 就像某个人 我们惩罚他 不让他吃饭 一天就让他吃一粒大米 结果他比正常人吃的还胖 这一定有问题 这一定有问题 跟你讲 有人偷偷给他东西吃 一定有问题 不符合客观规律 对吧 定性风险评估 所以风险评估考的 有会计问题的 用自己找规律的 有计算的 有构计关系的 还有一些逻辑分析的 定性的 所以确实天马行空 对吧 这是第三节 那么不是第三节 讲这些问题 就是说他考的风险 评估的事项 我们可以归纳为 这几个方面 第四节关系控制测试 最近五年是没有设计过的 但是这个绝不意味着 2021年也不考 哪年愿意考 都是现成的 比如资料 一般会在资料三里边来考 风险应对 当然包括控制测试 他就做了一些控制测试 可能还实施了一些实质性程序 就问问你 这个设计会是做法是否恰当 对吧 这个 不能掉以轻心 但是考的内容 跟教策上的表 也关系不太大 还是通过一些题 做做题 他考的更加简单 做一些题 在习习班上多做题 那第五节可就多了 你看第五节这跟 叫什么 晒夫一样 你看晒了多少 第五节这是一页 这儿还有一页 所以第五节的内容非常丰富 这就是我所说的 存货这个项目 或者这类的业务 它本身就比较乱 有收有发 你到领料部门 到仓库那儿看 天天柜台子上乌羊乌羊的好多人 在那领料 还有些退料的 对吧 有进货 进库 入库出库的 对吧 有多少存货 成产车间里面有再产品 有原材料 对吧 有些毁损了 等等 对吧 所以非常非常乱 所以它考的是面面俱到 这当然就决定了 没有某一个方面 说这个是年年考 考评特别搞不 它是考面 不是考点 这跟我们的第七章 真是好有比 跟你讲 有些很难归到 某一个知识点上去 就是我们 这个题里面 一些存货金盘的说法 这一说法 比如来一个选择题 就与四个说法 说的是四件不同的事 可以考遍你第五节 要跟你讲 至少可以考你四个事项 在里面 所以这个没法归 一般就是 天马行空的选择题 你一看到 什么什么一个大标题 然后下面的说法中 那一定是 不受制约的一个知识点 比如说一个题 以下有关 诸德外师审计的说法中 自问怎么样 这就可以出 教材二十三章 里面任何一章 都可以 因为这帽子太大了 跟你讲 那存货金盘的说法 基本上就可以 涉及到第五节 整节差不多了 还有存货金盘 重大强制性 跟实质性程序一样 重大项目 必做金盘 这是 还有存货金盘 对于存货的几个 主要认定 哪些是足够的 哪些是不够的 哪些可能是没用的 还有存货金盘计划的编制 包括的内容 以及存货金盘程序里边 我们说 考若干年了 一直在考的现场 键盘 四程序 还有存货金盘 你是作为控制设施 还是实行程序 这跟12章差不多 都会讲这种话 存货金盘的责任 存货金盘时间安排 存货金盘范围 还有存货 盘点地点清单 完整性 以及注册外置的选择 多处存放的话 对吧 我们选哪些盘点地点 或者存货存放地点 进行键盘 那他往往给一个 存货存放地点清单 那测试这个 地点的完整性 就是前面抢掉好多遍了 被审单位给你提供个信息 你把这个信息 作为你某种程序的基础 那你一定要测试 该信息的准确性 完整性 否则你就吊到它 挖的坑里去了 还有一些 所有权不属于被审单位的存货 这个怎么处理 它往往指的是 被审单位仓库里边 有一部分已销售 但是客户呢 还没有提货 比如说合同约定的就是客户上门自提 款项也收到了 所有权转移了 他委托你 甚至给你支付一些带保管的费用 这里面先放两天 那这个你怎么识别出来 其实这已经不是被审单位的存货了 你怎么知道 它不是被审单位的存货 他不说的话 你也看不出来 你不就多点了一遍了 那不属于被审单位的 点到被审单位里面 就不是高估损存货了吗 所以这个还真不好看 有些损货可能已销售了 上面可能刻着字呢 或者贴着发运标签呢 对吧 你大概能够猜到 有些就默默无闻那样呆着 你跟没销售的是一样的 你怎么知道 所以损货减款的风险 到处都是风险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页 存货的截止问题 除非你是12月31日 销盘 对方也是12月31日盘点 如果你是1月份 这个1月10号啦 12月20号啦 不在资产负债表日销盘的话 那么你如何确定 哪些存货是资产负债表日的存货 那设想就是1月20号盘点 你也在尖盘 你盘点的并不是资产负债表日的 那这里面有一部分损货 是资产负债表日的 应当那是盘点范围 有些可能是第二年刚生产完工 那并不是资产负债表日的产成品 这些问题又怎么处理 要实施实质性程序 要进行调节 增减变动要进行审计 还有些什么抽盘的方向 是从标签到实物 还是实物到标签 这个也涉及到很多内容 听起来简单 考试机考出来相当难做 就是考你的耐心细致 你商有不慎 你就漏掉一个环节 还有盘点的范围大小 还有抽盘样本里面的搓报 怎么处理 你如果真的是样本 真的是抽样 键盘的话 那样本中发现的错报 不能说被人单位更正了 就了事 你要根据样本错报 推断总体错报 来决定总体是否可接受 所以不能紧紧满足于 管理层调整了样本中发现的错报 当然不能那样 还有包括前面说过的第三方保管的损获 什么盘点标签的使用控制 诸如此类的 以及尤其新冠疫情的这个形势下 无法到达盘点现场 最后还有损获机架测试 好了 这个点是比较多的 所以一旦能感受到是比较乱 不过乱只在一个小范围里面乱 对吧 就是只在尖盘这个部分 这里面多 可见尖盘 损获的数量也好 计价也好 是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好 所以心里做好准备 对吧 这一章要大量的记忆 顺便说一下本章的教材 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 换了一些名词 术语而语 本章框架跟前两章一样 仍然是循环的特点 我们也就介绍介绍品证记录 还有主要业务活动和相关内部控制 第三节是重大突破风险 我们提前熟悉的打打预防针 喝点心灵鸡汤 知道知道存货的重大突破风险 都面临一些什么事 大概能够知道知道 比如它有哪些环节 当然后边就是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了 这个结构基本上都一样 下面我们进入十一章第一节 生产与存货循环的主要品证记录 这个考评是零 但是它是基础 这个熟悉一下里边有哪些品证记录 对于我们熟悉本循环的交易 本循环的主要环节 本循环的风险所在 本循环所关系的主要事项 都是有意义的 都是 首先生产指令 这个先有生产才有存货 所以经常我们叫的是生产与存货循环 而不叫存货与生产循环 当然这是一个机生蛋 还是蛋生机的问题 没有存货 没有原材料 也没法生产 但是 这个没有生产 也没有产生品 是吧 但是先讲生产 生产要有生产指令 还明显 不可能说是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今天想加工个什么什么 明天想加工个什么 这不可能 对有生产指令 生产指令 应当是生产的计划部门下达的 它是制造产品 等生产任务的书面文件 有了这个单子 才能做相应的生产活动 它又叫生产任务通知单 或者生产通知单 用于通知供应部门组织材料发放 因为不发放材料没法生产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也通知生产车间组织产品制造 包括要把任务分派给人 有相应的机器设备 技术等等 也要通知宽级部门组织成本核算 这都是根据生产指令来做的 接下来有个领发料品证 那到底领料还是发料 你可以叫做领料品证 也可以叫发料品证 就是看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 站在仓库来说 那当然是发料 站在生产车间生产人员 当然是领料 对吧 这个领发料品证是为控制 材料发放所采用的各种品证 有什么定额的 什么定量的等等 对吧 有发出汇总表 领料单 什么限额 等级部 退料单 等等 这些千万不要小看 比方就一个小小的 最后才说的这个退掉单 就可能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 可能该退的不退 或者没退的填这个单子了 那有些材料就被有关部门截流了 尤其一些价值高的一些材料 那变现能力非常强的材料 那就会造资深各种各样的舞弊 记得我二十多年前 讲审计的时候 就有过一个案例 就一个某某飞机制造厂 有一个一般的很普通的一个工人 那时候大家也都没有多少工资 工资比较低的 但是他可能生活条件 或者也不能说腐化吧 反正豪华到令人折舌的程度 后来被人举报一查 他怎么发财的 就是每次啊 他是从飞机制造的相关车间里边 去带出了一些 飞机上那个某钉 我们坐飞机 看了飞机的翅膀上 对吧 这个机翼上 都有很多很多某钉 那个某钉都是特种材料的 每次带一些某钉 每次带一些某钉 那个某钉的外头一融化 然后可能会变形 你也认不出来 然后再变卖 价值非常高 然后呢 可能我们想象夸张一点 可能他就买了一辆跑车 或者当时情况下 大家都没车 就居然能开起车来 然后就是这个原因 利用退料 多领少退 后来退的时候也没人清点 我退了200个 其实我就退了100个 但我冒充退了200个 每次节流一些 所以这个我说了 存货这个环节 他有实物在流转 非常非常乱 那当然还有产量供实记录 什么供薪费用分配表 材料费用分配表 这个都是核算成本所拟不良的 对吧 像产量也好 供实也好 涉及到直接人工 有些是基建 工资质 有些即时工资质 基建工资质 需要产量 即时工资质 需要供实 然后来汇总 分配工资 决定了直接人工 决定了存货成本 那么还有材料费用 什么汇总分配表等等 这个涉及到直接材料 有直接人工 直接材料 当然少不了 还有制造费用 对吧 有了这三个方面以后 就可以核算成本 核算成本 就会产生成本计算单 但我们审计课呢 基本上不涉及到存活成本核算的问题 涉及的困境还是比较多的 涉及到成本核算是很少的 接下来还有产成品的入库单和出库单 尤其出库单 跟销售那直接挂钩 对吧 这入库单出库单 我也给大家在前面交代过 提过这么几句 就是一个部门 任何部门 如果握有某种实物的控制权 或者有实际控制权 你就不能有调度权 这个调度权 对仓库来说 入库单出库单 就是决定了存货的增减变动 这个应当就是制约仓库 相互牵制 那么存货品种多 种类多 数量大 说实在话 多一件少一件 你真不知道 所以定期对存货进行盘点 对于及时发现存货的增减变动里边的差错 是至关有效的 但是存货盘点费时费力 不是那么个容易的事情 我们可以设想我们大家都接受过的大型超市 那里边你说少了一瓶饮料 少了一瓶卫生纸 少了几个塑料袋 你说老板能知道吗 除非看监控 他是感觉不到的 对吧 所以如果不定期盘点的话 大家 那些 想实施舞弊的人也知道你感觉不到 就会大摇大摆坐 所以得进行定期盘点 否则就是一锅粥 那个企业赚了一点利润还不够这个 小口小摸的丢失的这个名价 所以对存货的盘点 从存货管理上角度来好 从我们审计角度来好 都是非常重视的 但是那么多存货 怎么点得清 对吧 存货实物乱 那一定要把它维系在某种不乱的东西上 就是存货盘点标签 连续编号 多一张 少一张 号码资源 逻辑资源就显示出来了 这连续编号 再盖上张 对吧 这样把每一种存货 和每一张盘点标签 就人为的强制的捆绑在一起 然后你只要核对一下 这个存货实物跟标签写的一致 那标签又控制好 它没有机会修改 篡改的话 那标签收集下来 放在你的桌面上 就如同把那么多的存货 放在你桌面上一样 然后再进行清点 进行汇总 所以这个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很多的情况 很多的行业 这个行业很乱 往往管理的办法 就把这种行业的个别现象 每一个现象 都跟一个证书也好 平淡也好 捆绑在一起 你比如说 咱们这个交通 司机这个行业 你说乱不蛋 什么人都能开车 什么人都有驾驶证 怎么管 就是通过驾驶证 国家把驾驶证的信息 入了信息库 然后强制每个人 每个司机驾车的人 你要跟驾驶证捆绑在一起 所以警察拦下车 首先是行业证驾驶证 对了 把车辆跟行业证捆绑在一起 把人和驾驶证捆绑在一起 而驾驶证 在交管部门的系统里边 就是那么一张表 就是那个信息 它很好管理 这是画繁为简 或者说的不恰当 画符极为神奇的一种办法 这是普遍采用的 我们审计里边 存货前盘也在采用这个东西 所以要严密的控制 存货盘点指令 存货盘点表 存货盘点单 这个实施存货盘点 现在管理人员通常编制存货盘点 指令 没有指令谁可能走之方方面去盘点 一盘点可能很多部门要停业的 问题讲 好 对存货盘点的时间 人员流程 以及后续处理 都要做出安排 盘存盘盈 怎么处理 怎么处罚 恐怕得有好几个部门 有生产部门的 仓储部门的 财务部门的 还有高级管理人员 包括总经理等等 在盘点过程中 通常会使用盘点表 来记录盘点结果 使用盘点标签 对于盘点存货和数量 做出标识 就是把实物跟表单捆绑在一起 你把它叫做四两拨千斤也行 或者四两掉千斤也行 那盘点表单 连四克都没有 一个盘点表单 但是它背后是可能 一千吨或者一千斤重的 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另外呢 关于存货的低价准备 因为存货放在表面上 看不出什么来 但是可能有了新产品了 大家不愿意买了 或者有了什么什么 其他的情况了 卖不出去了 或者内在性能有损耗 大家不愿意买了 这是你看不出来的 对吧 所以存货 叠价准备的计题 其实里边的风险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在存货考试中 尤其风险评估 都少不了叠价准备的事 叠价准备有很强的代表性 他跟那个英雄账款的这个这个坏账准备了 固定资产的减值准备了等等 都类似啊 所以他以这为代表 就爱考损货 这家准备 这家准备 可以参考很多方面 包括回损情况 包括专业人员的品质鉴定 当然通常都要考虑一个霍零的问题 就积压时间长短的问题 所以这地方提到一个霍零分析标 当然不是说霍零分析标 就唯一的能决定了 存货叠价准备的情况 它不像应收账款 那东西没实物 这是有实物的 所以决定存货价值的 更多的还是在实物上 而不是在霍零分析标上 但必定霍零分析标 也是一个有影响因素 所以通过编制这个霍零分析标 能够识别流动较慢的 或者滞销的 因为降零长了 货零长了 并根据市场情况和经营预测 卖得了卖不了 供求关系等等 确定要不要集体损货这家准备 其实还要看内在性能损耗 像食品有没有过保质期 是不是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节 大家慢慢的 稍微的感受了一点 存货怎么个乱法 是吧